最近这几年减重手术非常热门 那么很多人做完胃缩小或者是绕到手术以后 那他来寻求抽脂他希望更瘦嘛 其实他多的是 因此这个时候进行抽脂手术不但没有帮助 而且会让他的 这个问题更凸显 大家好 我是雅典娜整形外科诊所刘智欣医师 大家常常问我说 你抽脂可以抽什么部位 很多部位都可以进行抽脂 包括脸颊 包括双下巴 包括不知道各位没有看过 那个没有锁骨的 那锁骨也可以抽 精雕出来锁骨的形状 包括乳房的外缘 肚子 腰线 马甲线 人鱼线 包括大腿小腿都可以抽 抽出来脂肪 也可以拿来填补在胸部 臀部 进行巴西臀等等的手术 其实BNA小于30才能抽脂这个说法 现在已经不是那么贴切了 因为现在随着仪器设备的先进度 那么其实本来不能够用来抽脂 怕说它上皮松弛的 现在都有很多的仪器能够辅佐 那么让上皮可以贴得更紧 比如威缩 比如说垫浆 当然还是要针对手术的患者做一个评估 那上皮有没有松弛等等的 BNA小于30已经不再是一个禁忌症 凹凸不平确实是抽脂里面一个大家很注重的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会凹凸不平呢 其实我们在抽脂的这个患者里面 有两个部分是特别要小心的 第一个是他其实有点年纪 因此他的皮肤已经松弛了 那这种患者也要特别小心 最近这几年减重手术非常热门 那么很多人做完胃缩小或者是绕到手术以后 那他来寻求抽脂他希望更瘦嘛 其实他多的是皮而不是脂肪 因此这个时候进行抽脂手术不但没有帮助 而且会让他的这个坠皮的这个问题更凸显 手术评估的时候针对这种已经有松弛的上皮 务必要非常小心 这是医师在做抽脂手术评估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抽脂之后往往会伴随着水肿 他怎么来的呢 抽脂在这个手术过程中 他必须要打一个东西叫做肿胀麻醉 那么在打完肿胀麻醉之后 其实我们会利用比如说威朔 或者比如说雷射融质 或者是其他的水道或动力等等 然后将他抽出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打进去的肿胀麻醉 差不多等于你抽出的量 因此你就会知道有很多的肿胀麻醉液是暂留在体内的 加上你做完手术之后 其实身体本身也会有一些组织液胜出 所以他一定是会水肿的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需要使用硕身衣 来减轻这个水肿的情况 那么通常这个水肿配合硕身衣的穿着 差不多在一个月内可以将这个肿胀的情况 获得大幅度的改善 抽脂后硕身衣的穿着 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 有的医师认为不需要穿着 但是就我而言我建议还是需要穿的 为什么呢?因为在手术刚做完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皮下出血的情况 在短期72小时之内 硕身衣非常重要的任务在于预防血肿 那在于前三周也就是过了72小时以后呢 他呢可以帮你的水肿的状况 获得一个比较有压力然后获得控制 因此让你的水肿可以消肿 所以硕身衣他其实不论是在急性期来看 预防血肿 在亚急性期他也可以减轻水肿 所以这个硕身衣的功用是这样的 抽脂的硕身衣通常要24小时穿着 一个礼拜穿着7天 只有在洗澡的时候稍微喘口气 但是呢要穿几周要配合他抽脂的范围 通常一个月是跑不掉的 常常会穿到3个月的 因此硕身衣就是一个从外部辅助的压力 预防你的这个皮肤被成松 急性期预防血肿 那么在亚急性期三周内预防水肿 把皮肤给称松 关于抽脂的价格这个大哉问 我们抽双下巴 我们抽锁骨 或者我们抽乳房的外侧 你看有这么多的部位 抽的这个部分呢 又涉及于仪器 涉及这个麻醉的食素 抽脂的价格非常的繁复 所以为什么必须要由医师 依据临床的判断来做最后的确认 所以各位会发现 在网路上很难找到一个符合的抽脂价格 那以前呢 有所谓规定就是抽脂不能超过5000cc的上限 近几年有一个叫做Mega Liposuction 意思是指大量抽脂 那这个也在学界里面引起广泛的讨论 那抽脂的量的多寡 大部分的抽脂 比如说你只有抽腹部 腰腹、环腹抽脂 大概3000、3500、4000就已经很多了 那么有的时候 要看他的血色素能够承受的话呢 他甚至大腿跟腰、腹部一起抽 那这样子可能会高达5000以上 6000这样子 那我最高的记录是 腹、腰、臀、臂、腿背一起抽14000cc 这个都办得到的 但是务必要在非常严格的监控之下 血色素一定要全部精准的校正算过以后 你才能做这个决定 因为这样子的抽脂 第一个时间拖长 你要考虑到他室温的问题 第二个他的抽出量过多 你要考虑到他贫血的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麻醉时间过长 你要考虑到他麻醉的问题 所以一切都必须 精准的去考量过以后 才能做大量抽脂这个选项 大量抽脂其实你要考虑到的是 他的血色素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那比如说血色素不足的人 那你大量抽脂的话 每2000cc他可能就血色素掉1 那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抽太多太大量 他一定会贫血的非常严重 你可能要输血 所以在考虑抽脂这个过程中 一个很重要因素 他的血色素有没有贫血 有一些来抽脂的患者 他本身是做过一些 比如说缩胃手术或减重手术 他的血色素可能更低的 可能会有一些恶性贫血的 所以这个要更小心的评估的 所以因此呢 当我们评估他的这个 能够抽多少量的时候呢 血色素的检查一定是必须的 抽脂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啦 基本上啊 你这样想 抽脂呢 最常发生的并发症 都是非常小的 比如说色素沉着 比如说有一点点的凹度不平 比如说呢 这个抽完了以后呢 有一些地方还需要补一些脂肪 或者是微调一下的 绝大部分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抽脂里面最害怕的一点叫做感染 感染的来源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伤到脏气 那这种很严重 比如说腹部抽脂穿到肠子 那这个是致命的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消毒不完全 那么造成皮下的感染叫坏死性筋膜炎 这个也是致命的 那有一些坏死性筋膜炎 甚至是结合菌感染 那这些都是非常反复而麻烦的 但是即使是轻微的并发症 如果像凹度不平很严重的话 要修复也是相当辛苦的 因为它不可能很快速的 还在组织还在沾黏的时候 要再重新去修正 因此它修复常常会超过一两年 多次的抽脂跟补脂才能够修复 最可怕的并发症还有一个 叫做肺酸塞 脂肪酸塞 这个可以从在麻醉过程中 吐气的这个二氧化碳量来做监控 因此为什么在抽脂的时候 麻醉专科医师的这个身份 是非常重要的 麻醉专科医师的全程陪伴 在抽脂这个手术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帮你做抽脂的专科医师呢 他本身的经验非常重要 在一些严格训练的 诊心外科专科医师呢 可以有比较好的结果 当然在抽脂的过程中呢 麻醉专科医师的全程监控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务必要在格格的诊所 有经验的医师 还有麻醉专科医师的全程监控 让抽脂能够有最安全 最好的结果 自己拨开到100 大概等于他的30 所以会说他的功率比较强 所以他现在是70的意思吗 70是我最常使用的这个功率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